他后面下一句进一步说 他说 他说这是人之常情 什么呢 好多人都愿意放弃更高的薪水 而能够获得成为白领工人的这种特殊的待遇 就别人高看你一眼 都叫先生了 但是这句子结构我们也是先分析一下 这个句子从语法还有一点难度 首先这个such is human nature 这个such在这呢 它是表示人的本性本来是这样的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出现一个道庄 本来的语气应该是human nature is such 这个such在这当代词来用 就是这样是这样的 在这呢 such放在巨手会引起道庄 这个不着急 关于这种道庄 咱们在第五课的facts里面会详细讲的 我们今天先知道 这是代词做表语 但是他放在巨手引起道庄了 就是把is放在主句human nature的前面去 human nature是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是这样的 是哪样的呢 这个that从句一直到巨末 当然是做前面这个代词such 他的同位与从句 他解释究竟是咋样的 他把这such展开说明了 人的本性是什么样的呢 great many people are often willing to sacrifice higher pay 就是好多人呢都愿意放弃牺牲掉更高的薪水 我们讲了sacrifice后面经常跟这次for搭配 为了什么目的 这for引起当然是目的壮语 为了什么目的呢 for the privilege 为了这种特殊的待遇特权好处 就一般人没有的这个待遇 什么呢 后面叫of引出这个privilege他的同位语 什么好处呢 这好处就是becoming white collar workers 这个of经常可以引出同位语来 这种好处就是能成为白领工人 尽管挣的钱可能比以前还少呢 但是干活不辛苦了 社会地位提高了 您是这专业人士啊 比干体力活的 别人往往更尊敬 尽管钱吃亏点 这是这句话的这个大概文法结构 那下面看看细节 他说人的本性是 当然这个nature在这不能翻译成大自然 这是表示本性或者是天性 那就是人的天性本性 你看这句话该怎么翻译 excuse me nature calls 这几个人呢 在一块呢 可能正说话正讨论事呢 突然间中间有这么一个人来这么一句 excuse me nature calls 对不起 是有人给我打电话吗 不是 nature就是我的本性天性 在召唤 在叫我呢 什么意思呢 这是个委婉的表达 他要干嘛去 聪明的同学猜出来了 对不起我得方便方便 方便一下 这种表达咱们都可以学一学 那本性 再比如说 这个人呢 他本质上是个善良的人 就他本善良 在本性上这个短语都可以记一记 叫by nature he is kind by nature 就本性上是个善良的人 那么当然本文中这句型啊 咱们都可以把它这个背一背 就such is human nature that 就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such放在锯手 是进一步强调它 是哪样的呢 后面再展开说 这个语气比较强 人的本性就是这样 当然很多同学要自己写 可能会写成 it is human nature 这个it变成形式主语了 后面这是主语从句 所以这是人的本性 大家看这个句子 好像更熟悉 更眼熟 更容易写出来 但是这个句子里面的 这个强调的味道呢 比这就差远了 就没有这 人的本性是这样的 这强调意味就不强了 所以这个such is human nature 这个句子干脆背下来了 咱们这都不管 是不是照装 你直接用就行 你比如说呢 我们大家都喜欢免费得到东西 这是人的本性 谁都想贪小便宜 免费 谁乐意花钱呢 对吧 但是免费得到东西 未来26克 怎么会出现 get something for nothing 你看 such is human nature that we all love to get something for nothing for nothing就是免费的 因为这个for 后面往往是跟 你要掏多少钱 我一分钱不给 免费 这是人之常情 人的天性 本性使然 再比如说 直到失去 我们才懂得珍惜 这是人的本性使然 这句子蛮漂亮 我们说 such is human nature that we don't treasure what we have until we lose it 这是什么是人的天性 就是我们不会treasure 是珍惜 这个treasure当名词 本来是珍宝 金银财宝 当动词 那不是视之如珍宝一般吗 就是珍惜 what we have 是兵于从具 就我们拥有的东西 直到什么呢 until we lose it 直到失去 就直到失去 才懂得珍惜 这是人的本性啊 就是我们呢 往往对身边宝贵的东西呢 不觉得宝贵 觉得是理所应当的 一旦没了 哭天抢地 哎呀 当年怎么不珍惜 后悔了 但是这是人的本性 当然 有的人说 这能不能我不用倒装啊 我这是正常语序 行不行 当然可以 正常语序是这样的 human nature is such that a great many people 再写下去 人的本性是这样的 后面呢 就直接跟同位从具 做前面such的同位 这么些没有任何问题 他语气就不如刚才 那个语气那么强 呃 这是 是这样来说 那么 我们有同学说 真能这么写吗 有据为证吗 咱们看例子 看到了吧 我们在27课 就有一个没倒装的句子 在130页的第九行 咱们看这句啊 the condition of society 社会上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是哪样的呢 轰满蛋又是做satch的同位语 所以技术呢 是必须要掏钱买的 正如商品 你要掏钱买一样啊 社会的情况是这样的 人的本性是这样的 大家发现 是不是都可以呢 当然 27课这个句子 能不能用倒装呢 也行啊 我们把它变成倒装 怎么说 那就倒过来呗 satch放锯手 然后把这r放到主语前面去 satch are the conditions of society that我们再把它抄下去就行了 看到了吧 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这么一satch放在锯手呢 就强调一下罢了 好 再回答文中 他说这是人的本性 什么本性 看同一从事里边 a great many 咱们上一句课刚刚讲过 a great many 我们一定修饰可数名词的附数 就好多的 好多人怎么样呢 are often willing to sacrifice higher pay 都愿意呢 牺牲掉这个更高的薪水 这里当然出现了这个乐意做模式 愿意 我们乐意做模式 直接可以用be willing to do something 这个搭配感觉背起来了 当然这个willing 在这就是表示乐意的 它不是进行识 就是一个戏表结构 这形容词 乐意做模式 愿意做模式 在本文中是这么来用 我们再看例子 在咱们第三侧的28克 5磅也太贵 这棵树 134页的17行 有这么一句 I shook my head and held up five fingers indicating that I was willing to pay five pounds 我摇了脑袋 伸出五个手指头 表示我乐意出五块钱 五英镑 我乐意 I was willing to do 你看后面用这个结构 对不对 大家说替换怎么办呢 我乐意做模式还能用哪些表达 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用be ready to do something 也可以表示 乐意做模式 大家注意在这儿呢 我们反而不翻译成准备好 如果是准备好的 它搭配经常是用be ready for something 我们加借词for 我们跟to do 反而一般翻译成乐意 and the girl is always ready to help others 这个女孩总是乐于助人的 我们再看看这个一个例子吧 在咱们这个商务英语中 跟别人谈判价格讨价还价是怎么用 If your order is large enough we are ready to reduce our prices by 5% 如果您订货的量比较大的话 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些价格呀 统一降低5% 大家看到了吧 we are ready to 不是我们准备好 是我们乐意 好 还有吗 再记一个基本就够用了 就是be prepared to do something 这个跟be ready to do同时记 因为这个prepared 它本身有同学知道 也可以表示准备好的意思 但是它后面跟to do呢 一般不翻译成准备好去做模式 因为准备好呢 后面借词一般还是加for be prepared for 这是为什么什么做好准备 加to do呢 一般反而是乐意的意思 咱们看 出处就看咱们新三册 在咱们三册的第41课 192页的第14号 有这么一句 Why people are prepared to tolerate a four hour journey each day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living in the countries beyond me 为什么人们乐意忍受 每天四小时的路程 就是为了那种 所谓能够住在农村 这种可疑的好处 我简直是无法理解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乐意 be prepared to do 也是这个用法 咱们总结一下 be willing to do be ready to do be prepared to do 咱们把他牢牢记住 好 再回到本文中 说是很多人都乐意 sacrifice 牺牲 牺牲掉更高的报酬 这个pay做名词 就是薪水报酬 这后面目的状语 for the privilege of becoming white-colored workers 就是为了成为白领工人 这种所谓的特权 这种好处 这个为了什么什么 这种特殊的好处 for the privilege of something 甚至可以把它背起来 我们记住这个off 在这儿是直接引出privilege 同位于的 说明这好处是什么 什么好处 本文中出现了 对吧 这个结构如此之常见 以至于后文中会再次复现 就是192页的第14行 就是第三册的第41课 所以大家看到 亚历山大老先生 已经坐骨多年了 去世很多年了 但是他的遗产 一直光辉照耀 阴泽到我们今天 我们看到这本书 非常非常的精巧 这一侧二侧的结构 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 因为它是语法的复现 过几课书 这十态又出现一次 但是我们三侧四侧 是更细腻的知识点的复现 这个学习就更需要一双晦眼了 亚历山大师在不同的课文中 非常精巧的 把这些知识点在滚动的 帮我们去复现 而且会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你看在第41课再次出现 但变得更复杂一些了 为什么我们愿意 大家刚讲过 Be prepared to do 还记得 对吧 忍受四小时的路程 为什么呢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living in the country 就是为了这种可疑的 所谓住在农村的这种好处 它不但是用 for the privilege 前面又加了复杂的修饰语 Dubious叫可疑的 不可靠的 就是所谓的好处 是不是好处还难讲呢 我简直无法理解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地方也是委婉的在帮助我们复习 我们要有一种慧言 不要辜负 亚历山大老先生一片苦心 否则你晚上他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好好复习 我们都开始学了 就好像亚历山大附体一样 我们现在学好之后 每一个人都是权威 回到文中 就是为了这种好处 什么好处呢 成为白领工人 好 后面再看 他说这样一来 这个奇怪的现象 就会导致一些奇怪的情况了 他说 这就会导致一些奇怪的情况 正如在埃尔斯米尔工作的 这公司工作的垃圾工 阿尔弗里德布洛格斯 身上的发生的例子那样 这个句子也是一个非常精巧的 这么一个结构 我们把这个语法成分 先分析分析 看屏幕 这个前面那个白颜色的是 句子的主句 说这 这个this就是指代前面呢 很多人愿意放弃高收入 就会当白领这个情况 can是可能会 是个推测 give rise to是书面语导致 咱们一会儿会讲 这to是借策啊 curious是奇怪的 奇特的 situation是一些现象 后面呢 是一个方式壮与从句 正如 as did 当然这个as 后面这个主语 这个it 就是前面主句中的this 就很多人愿意成为白领 放弃高收入 这个事 did 这个did是代替前面出现过的动词短语 就是give rise to curious situations 就正如这会导致奇怪的情况发生在这个人身上那样 当然这个did 如果带进去的话 是相当于把give 换成一般过的事 the gave give rise to curious situations 就正如这会导致奇怪的现象 in the case of case 事例嘛 在这个例子里面 哪个例子呢 是这个人 什么人 后面在家定义从句 呼应到 他呢 在爱尔斯密尔公司工作的一个垃圾供 当然这个在某家公司工作 比较正式的场合 我们借词最好用for 然后在植物前面呢 加一个as 这也是比较相对固定的一个结构 这里面第一个 我们要先学习一个重要的动词短语 书面语 就是give rise to 咱们中文翻译成导致 我们后面加一个fml一点 表示formal 这是一般是正式的书面语 口语中咱们很少出现 李老师讲的口语课更新了这么多年 没有一次出现这个搭配 因为它是书面语 所以是give rise to 一定注意 这to是借词 咱们看搭配一定流失 看到to 咱们问问是to do 还是to 后面加借词 就是他动词不定是符号 还是借词 我们看一个例子 the president's absence gave rise to speculations about his health 就是总统的缺席啊 导致了对他健康的种种的推测 absence表示缺席没到 speculation是书面语表示推测的意思 就是这么重要的场合 总统没来 大家议论纷纷 说这怎么没来呢 这好 这是不是又得艾斯病了 这个to是借词啊 后面跟名词了 这是一个导致 这个表达怎么记住啊 在未来怎么会用上的啊 再回到本文中 他说这会导致curious 就是strange 奇怪的 situations就是情况 这会导致奇怪的一种情况 as刚才说了 引导方式壮语 从就正如 我们说了这个it 只带的就是巨手的那个this 就是人们愿意成为白理 放弃高数这个事 did代替的是gave 一般过去的时候 gave rise to curious situations 正如这会导致奇怪的情况 in the case of the case表示这个事例 具体的例子 in the case of 就是在这个具体的例子中 哪个例子呢 Alfred Blocks 就阿尔弗雷多布罗格斯 这个例子里面 这人又是干嘛的呢 who worked as the dustman for the Ellsmear Corporation 他是Ellsmear公司工作的一个垃圾工 这是前面呢 先给出一个现象 一个事实 后面举出例子来佐证 这个句型非常漂亮 当然第一个 我们先注意那个 在某个机构工作 担任什么职务 这个借词表达 你看本文中 是用这个垃圾工 后面加这个公司 我如果说 我是新东方的一个老师呢 I work as an English teacher for New Oriental School 注意先说职位 职位前面加s 最后说公司 公司前面加for 这个咱们写什么简历啊 等等的 这个东西重要 我们刚才说了 本文中这个结构非常漂亮 它刚好一般用在观点 例证型的这种文章之中 就我前面有一个观点 有一个看法 你看本文中就是 这会导致奇怪的情况 这是作者观点 下面给出例子证明啊 因为你光用观点不行啊 用例子证明 这个观点加例证 这句型用它特别漂亮 前面我们给出观点 后面给例子刚好用 as it did 当然如果一般现代词 就as it does in the case of 就某人这个例子 这是谁 在做简单介绍 后面用定义从去介绍 这个句子结构 特别紧凑 而且呢 有难度 我们写作文 就好像我们艺术体操 花样滑冰一样 你得有难度系数啊 对吧 你是动作没有失误 难度系数 第一不可能拿高分的 对不对 这个句子就有难度系数 你不许说 你本文中 你要是零散 那些简单句写 就会写成这么惨的一个句子 so this can cause curious situations 这可能会导致奇怪现象 你还不会呢 give rise to 这书面语 对吧 Alfred Blocks was an example 阿尔夫德的波勒格斯 就是一个例子 又完了 对吧 he work 他在哪工作 你看 一大堆零散的句子 整个结构松散 而且难度系数太低了 你的成绩会扶摇直响 但是用本文中的句子 用这精巧的句型一连接呢 显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们把这个句子 能不能先背一遍 这会导致奇怪的情况 正如在 艾尔斯米尔公司工作的垃圾工 阿尔夫德布勒格斯 身上发生的例子那样 我们一块来复述一遍 这会导致奇怪的情况 this can deep rise to curious situations 逗号 正如 as it did 在这个例子里面 in the case of Alfred Blocks 在这等一层句 who worked as a dustman for the Elsmear Corporation 我们又得造句了 对吧 看屏幕吧 我们先给一观点 我认为压力 生活中工作中的压力 可以用stress 这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会用can就行了 导致give rise to 精神上的一些疾病 叫mental diseases 就压力太大 长期有压力 就精神不稳定了 精神疾病 我们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这个人 正如在通用汽车公司 我们瞎说一个吧 通用汽车 比方说 通用汽车就 General Motors 通用汽车公司 工作的工程师 工程师就engineer Mike Johnson身上发生的情况一样 in the case of Mike Johnson 后面加定义从具 职务签加s 公司签加for 就好了 对吧 咱们付出一遍 词汇都给了 对吧 一块咱们付出一遍 压力不可数名词 stress 可能can 导致give rise to mental diseases 正如as it did in the case of Mike Johnson 定义从具 who worked as an engineer for general motors 好 这个记者绝对是 在写作中给咱们 充高分的 有难度系数的句子 这个一般人 我不告诉他 跟李老师学过 新概念之后 这种观点 例证型的句子 是不是 所有的议论文 咱们都可以用吧 拿过来就能用 咱们再过一遍 stress can give rise to mental diseases as it did in the case of Mike Johnson who worked as an engineer for general motors 非常地道 精彩 简练的 精彩的 漂亮的句子 好 这个 第四课的第一段 跟李老师 就看到这儿 是